肖战作为主经大伙的流量巧声之一,在收到无数人喜欢的同时,也承载了诸多非议。 近日野人夏凡就发了一条让人琢磨不透的微博,在这条微博中他公开Diss肖战啥都不是,一时间引起了热议。 值得称赞的是,肖战的粉丝并没有直接去攻击夏凡,而是非常谦逊地请前辈给出解释。 但是夏凡一直没有做出回应,还在这件事持续发酵的时候删掉了这条微博。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因为Diss肖战这事,夏凡涨了两万多粉,之后更有网友扒出,夏凡这种骚操作不是一次两次了。 之前他就爱托了十几位当红艺人,来给自己侄女贞击小名,还碰死过小丽群,说小丽群和他很像。 虽然夏凡的知名度不算很高,但好歹也是出道多年的前辈,不管怎么说都不能随便去Diss一个后辈。 如果真的只是为了寸热度的话,那用这种方式也只是在带好感了。